因为我们知道你是赐平安的神 赐喜乐的神 赐力量的神 加点力量给我们的神 赐给我们充足爱的神 将你的话语源源不断赏赐给我们的神 将你的圣灵源源不断充满我们的神 主啊 赞美你 你也要丰富我们的灵魂 洁净我们的灵魂 让我们的灵魂在你宝血洁净底下 主啊 一切靠着主的恩典 再人不能的 在你凡事都能 谢谢主给我们的力量 给我们的盼望 给我们的信心 给我们的勇气 给我们前面的方向 也给我们这么美好的 晨岛的时刻 让我们在这里真的同心合意 每个人都愿意放下自己 每个人都全然地降服在主 你自己圣灵的光当中 也愿意张开心灵的耳朵 来聆听你的话语 主啊 保守我们的心胜过 保守一切 也保守我们每一个生活动作脚步 都在你的话语当中 努力地遵行 讨神的喜悦 奉耶稣基督圣灵 Amen 感谢主 好 我们用十分钟的短讲 简单地 让我们可以把神的话 每一次清楚明白地 记在心里面 那哥林多后书六章六节告诉我们 大家一起来读一下 连结 知识 恒忍 恩慈 圣灵的感化 无畏的爱心 哇 你知道这个 我们这个礼拜 跟大家分享的 原来是 哥林多后书五章五节 现在是六章六节 很容易记 是吗 五章五节跟我们说什么呢 说 为此培植我们的 就是神 他要赐给我们 圣灵 做 凭据 我们来 打不打出来 没关系 这个经文等一下还需要 我们就跟着我说 为此培植我们的 就是神 他要赐给我们 圣灵做凭据 赐给我们 圣灵做凭据 什么是凭据 就是依靠 这个证据 有了圣灵 刚才有姐妹说 我们看不见圣灵 看不见神 但是圣灵真的会感动我们 圣灵真的会引导我们 圣灵真的会苏醒我们 圣灵真的像烈火一样 会焚烧掉所有的悲情 下瓶 除非我们不愿意 连转向他 朝着圣灵 除非我们不愿意追求 当我们愿意追求 寻找的就寻见 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所以圣灵 是乐意来运行 就像我们今天唱的诗歌 圣灵正在运行 那圣灵正在运行 就像现在 当圣灵的风 圣灵正在运行 它是造访每一颗心 如果现在此时此刻 你的人在这儿 你的耳朵是关起来的 那我们现在肉耳都是张的 那可是我们心灵的耳朵呢 是开着还是关着 你说我不知道呀 我的心灵的耳朵到底是开着是关着 连自己都看不见自己 心灵的耳朵是开着关着 心灵的眼睛是开着关着 对 很多人心灵的耳朵 心灵的眼睛都是开着的 因为很自然的 就像现在 我们如果 不用我的手捂住耳朵 就算我拿我的手捂住耳朵 我还是隐隐约约可以听见外面的声音 很难 我手捂住耳朵 完全一点声音都听不见 同样的 你心灵的耳朵 你不管 开不开 关不关 我告诉你 一定听见 听见什么 灵界的 灵界有从圣灵来的 有从鬼魔的灵来的 从圣灵来的 你要快快的吸收 快快的降服 从鬼魔来的 你要努力的分辨 分辨之后 如果最近 没有那么多灵界的干扰 算你 平安 是正常情况 但万一最近 有一些灵界的干扰 你要再不懂分辨 再不懂 赶快 站在上帝这边 赶快 进入到基督里面 赶快 就像诗篇 九十一篇说的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 在全能者的印下 如果你再不懂的话 那是不是 很容易就受到 灵界的侵扰 干扰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 不管你有没有警醒的心 今天你警醒的时候 你才知道 我们要顺服神 我们要听神的话 可是你不警醒的时候 上帝一直在呼唤 你也听不见 圣灵的声音 一直在想要高模你 你也领受不到 可是扫蛋魔鬼 可是快乐得很 他一定赶快千方百计 知道你现在不警醒 那你睡眠的时候 要这么警醒吗 那你就在睡觉前的警醒 很简单 就是 主啊 我把我的睡眠都交给主 圣经上怎么说的 他说我所亲爱的 我要使他安然睡觉 如果想太多 也许责任很大 工作量很大 责任很重 不能怪你 这些都是你的爱心 这些都是你愿意来承担 但是如果你的责任很大 工作很重 要做的是很多 要关顾的人事物很多 甚至要面临的属灵征战 也很大的话 有没有人会因此而睡不着觉 会的 那上帝希望你睡不着觉吗 那当然不是了 上帝说我所亲爱的 我要使他安然睡觉 有的时候你说 我要读神的话 我要牢记神的话 我要来讲解神的话 我要来分析神的话 神的话其实 有耶稣基督就够了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讲解 为什么要去分析 为什么要去按时间分量 是因为供应弟兄姐妹的需要 那我们自己本身呢 单纯的安稳在主的怀里 爱里就够了 所以该睡觉的时候睡觉 该吃饭的时候吃饭 该喜乐的时候喜乐 该赞美的时候赞美 该祷告的时候祷告 该与人交往的时候 就 今天神给我们的话语 圣灵应行动工的时候 会产生一些怎么样的情况呢 告诉我们是连结 连 我们中国人很了解 礼义连耻的连 要有羞耻心啊 有的人呢 真的 骂人的时候说 这个人什么 不要什么 那可是呢 事实上一个人是很要面子的 可是给人家骂的时候 说这个人不要 不要 是不叫面子 不要脸了 对不对 所以变成了 连重要不重要 对 我们要守洁心轻的来侍奉主 所以不要求别人 先要求自己 当你愿意这样要求自己 可是大环境太肮脏的时候 圣灵会来帮助我们的 会来帮助我们 有不是爱面子 而一些虚假的 这个面子 面具戴上 乃是因为我们的脸的笑容也好 真实的笑容是要彰显基督的爱的 而不是效力藏刀的 而不是戴着虚假的面具 所以脸里面戴着圣洁 一个人真正追求圣洁的时候 很自然的 他就有分辨力 很自然的 他就知道 他理义廉耻 所以连结很重要 那知识呢 我们都知道 知识叫人自高自大 那么难道就不要知识了吗 知识有分两种 一种就是属灵的知识 一种就是世上的知识 那难道世上的知识 通通不要了吗 那么你生了小baby 不要上学算了 是吧 现在小学初中高中 你不要去读书了 因为那些都叫知识嘛 不是的 一个人要正常的生活 在知识的层面上 你也要分辨清楚 什么是该吸收的 什么是应该为他祷告的 那包括社会新闻 感谢主 今天我们同工们 都在为川普祷告 川普本身是一个人 从他过往的婚姻生活的阶段 好像怎么会有这么多个太太 可是从他教养儿女 发现他怎么教养 说的儿女都这么的 蛮不错的 怎么这样一个人 好像我们有说 蛮疯狂的一个人 怎么把孩子教养得 这么循规蹈矩 也值得我们来研究研究 所以他一定有他可取之处 一定有他领受 从上帝而来正确之处 当然他是一个人 一定有不完全之处 一定有错没有之处 所以知识本身好的 我们要为他多多祝福 如果真的不好的 我们不是骂他 是为他祷告 那我们自己本身呢 从小到大 老师给我们的 社会给我们的 甚至我们结婚之后 配偶给我们的 甚至孩子反应给我们的 总而言之 凡是在你身边的人 还有亲友给你的 还有你的闺蜜给你的 这些的很多的知识 因为少有几个人 这么亲近神 这么爱主 所以绝大多数给你的 给我的都是 这世界上的知识 可是怎么样能够造成 我们社会上的知识 能够分辨清楚呢 除非我们对于神的话语 就是属灵的知识 什么叫做属神的信念 什么叫非神的信念 什么是讨神喜悦 什么不讨神喜悦 这话同一个意念 同一件事情 要怎么说才叫智慧 那一样要达到目的 你这么说法 就把人通通赶跑了 你这么说法 不是说讲好听的 乃是良药苦口 有的时候还真的 你要让一个孩子 把这个苦口 这个很难吃下去 咽下去的药 可是他有生病 所以你一定要 他把这个药给吞下去 怎么办呢 只好在药外面 加一些糖衣 可是那个糖衣 不可以是毒药 所以真的需要 从神来的智慧 指教我们怎么样 数算自己的日子 总而言之 我们需要圣灵 那圣灵是透过神的话 神的话 写在文字上白纸黑字 那讲在口里 就叫做话语 那么我们领受的人呢 如果在还没有 圣灵感动 运行动工之前 都是知识 所以信道是从听道来 听道是从神的话来 我们不可以说 一杆子打开一条船 统统这些都是知识 我只要圣灵就够 那现在我们就统统 什么话都不要说 什么的纠正都不要 就放音乐好了 大家就在圣灵里 也许有的人可以领受 有的人真的不懂 因为你不把话讲清楚 他就始终都是弧图人 因为没有神的话做根据 没有圣经的话分解出来 明白出来 表明出来 那么光当是圣灵有音乐 圣灵会运行 没错 有一些人已经到达这个程度 有些人还没有到达这个程度 你就要怜悯担待 那些不了解 不兼顾人的软弱 因为神在如养我们 神圣灵在教导我们 神圣灵在引导我们 那还有呢 恒忍 恒切的忍耐 哇 一定有些东西听得下去 跟听不下去 听不下去就走人的 那就代表真的没有这个生命 那怎么办 还是要为他祷告 不能够骂他 那么如果继续听得下去 忍耐 那会觉得 哎呦 我笑不出来了 那也要为自己祷告 因为现在笑不出来 就像十字架苦路走过之后 荣耀的冠冕 到了那个阶段 你就笑出来了 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 没有这些的舍己 就没有耶稣的复活 所以一定有一个 让你笑不出来的阶段过程 当耶稣在走十字架苦路的时候 耶稣被鞭打在苦害 上十字架的时候 你如果是十字架旁边的百姓 或者是亲友 你会哈哈大笑吗 像我这么一个喜乐的人 如果我碰到这种场景 别人正在跟病魔交战 奄奄一息 我会在这个旁边 哈哈大笑吗 我当然不会 别人在一个丧礼场合 我会哈哈大笑吗 不会 我不能说我要喜乐 我要喜乐 你们怎么都这么悲哀 不是这样的 在一个丧礼场合 你说哭什么呢 这个我们死就是 跟主更亲近 问题是现场有很多 还没有得救的灵魂 我们要与哀哭的人同哭 要与喜乐的人同乐 所以恒切的忍耐 夫妻关系也是一样 我们知道经过这一番沟通 很多夫妻 长头少 长尾和 哎呀 沟通一下 有一个阶段 有一个不理解的阶段 将来才会更理解 有一个不理解的阶段 将来当你碰到别人家庭 有一些障碍的时候 你才能理解别人家 怎么样走过这个关口 那别人家没有信主 我们信主 信主的人 人家说 基督徒家庭 怎么还有吵架的 怎么还有沟通不了的呢 那是当然 因为我们都是人 所以神容许一些 沟通不了的情况 出现在基督徒的家庭 或者是在教会界 教会里面 这是正常状态 因为如果我们始终如一 都没有这种阶段的话 我们永远不会去体会 了解那些外邦人 他们的痛苦在哪里 我们也不会知道 怎么样去为他们祷告 我们也不会知道 上帝将会赐哪一些的话语 成为我们引路的 所以恒切的忍耐 在经过这番忍耐之后 将来一定会得荣耀的冠冕 恩慈呢 圣经上跟我们讲 要以恩慈相待 这个大前提 要常常牢记在心 有些沟通到了一定的时候 有些是非说不可 有些是可以不说 可以暂时忍耐 可以等到情绪好的时候 再说不要马上的反应 所以大前提出发点是爱 但是爱呢 有的时候爱得太强烈 恨也会变得很强烈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在爱里面是有恩慈的 然后当我们这样走过来 圣灵的感化 无畏的爱心 我们都希望不要戴假面具 我们都希望别人看出 我们的爱是真实的 我们的敬拜是真实的 有的时候我们真实的在敬拜 真实的在唱诗 真实的在赞美 真实的在跪在神面前 还是有人误会我们 这样跪有什么用 你们你看 你转头不是惹你 动你一下 你的脾气又来了吗 那你刚刚跪在这边 有什么用 你唱诗唱得这么好听 有什么用 不要上撒旦筹底的当 我们该敬拜就敬拜 该唱就唱 该跪就跪 那我们开始的时候 真的很为难 因为人世间 事情常常不如一之事 十之八九 不是我们虚位 不是我们没有爱心 是我们都是人 我们要彼此体恤 我们都是人 我们一位一概一直的追求 是真神 所以接下来 真神要赐给我们的是真人 真实的人 那就是没有虚位 无畏的爱心 要有爱心 真的很难 所以今天如果我只是为爱而爱 为遵行爱而爱 做一个基督徒就要表现爱而爱 很可能 这个时候我就会给人家批评 你看 他根本没有真的爱你 你看 他还跟你讲这么严厉的话 你看 他还用这句经文来骂你 结果变成了 真的 上帝的爱是给你一个苦口的良药 可是 却被人攻击 说你是虚位 说你是虚假 说你没有爱心 我想这些呢 都会过去 因为到建筑面的时候 一切就会真相大白 就会上帝来替你背书 圣灵来替你背书 你是真实无畏的 你是真实的爱 我们请低头祷告 主要们谢谢你 感谢赞美你 我们在主圣洁荣耀的光中 我们都降服 我们再次为尘导来献上感恩 献上祷告 主要们借着尘导这个平台 借着尘导你与我们同在 借着每天清晨 我们有这么好的时间机会 而且不是单独追求 乃是弟兄姐妹同心合意地 在主师人的宝座面前 一起来更新调整 一起来朝向最连结的神 就使我们有连结 使我们你是 耶和华的知识充满洋海 主啊充满全地 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主啊你也是要让我们里面 主你的奥秘要让我们知道的 我们不可不知 那隐藏的事是属乎耶和华的 那么我们不该知道的 主你就不要我们知道 我们也不必去尝那个知识树的果子 去善和树的果子 去吃那些 上帝不要我们吃的 所以主你要我们明白的 我们不可不明白 主啊因此 主啊你的爱 主啊你的全能 主啊你的大能力 无所不知的爱 主啊要充满在我们里面 开启我们心窍 让我们记忆力理解力 能够明白神的旨意 如何不再做糊涂人 主啊你也使我们能够恒切地忍耐 就像是这个哥林多前说十三章 教导我们爱的功课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主啊是的 一开始就叫我们爱是恒久忍耐 到了结尾 还是凡事包容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主啊是的 你要我们忍耐 这是你的命令 主啊有的时候真的忍耐不下去 主啊就求主 你帮助我们 我们看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我们自己一定不是完美的 一定是有缺憾的 一定有言语态度 需要被修正的地方 也有心思意念 在不同阶段需要被调整的地方 主啊愿主来帮助我们 真的有一个在爱里面的忍耐的心 主啊也让我们彼此也恩慈相待 好让这个教会能够彰显出 耶稣基督你自己舍命的爱 无条件的爱 彼此相爱的爱 谢谢主 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 不但我们个人在神的面前 我们有无畏的爱心 我们真实的爱神 我们在彼此相爱的时候 我们也有无畏 无虚畏 无隐藏 没有装甲 而完全是 不但被神称斥 也能够让弟兄姐妹 心得安慰的爱 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Amen 散步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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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